很多人看多拉A梦都在想,它是怎么进行上厕所的,不得不吐槽这种设计太不人性化了,还真把我们这些爱蓝胖子的人当机器猫看啊,况且别人多拉A梦本身也是要尿尿的,还跟大熊抢过厕所,有图有真相, 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多拉A梦作为机器人怎么可能上厕所呢,可是这种想法又不能解释在多拉A梦新翻136集里,我们听到了明显的吁吁声,看蓝胖子这个架势,双脚一点,脑袋后仰,腹部前途,双手也放在身前,有点生活经验的,都知道,这是尿尿的标准姿势,多拉A梦到底需不需要上厕所从水的来源来看,多拉A梦是会喝水的, 我们都看过很多集多拉A梦,他一手拿着铜锣烧,一手拿着饮料杯的老爷形象,我们也见了不少,在炎热的夏天,多拉A梦还会喝些饮料结束,这些都为多拉A梦补充了大量水分,那这些水都去哪了呢? 这就需要分析一下,多拉A梦的能源系统,蓝胖子是一个高科技猫型机器人,它所有的能量都来自于食物,体内的原子炉能将所有吃进的食物完全分解并转化为能量,连一点渣都不上,原子炉通俗地讲,就是核反应堆,利用核裂变或者核聚变反应,释放出大量能量的装置。 在多拉A梦生重病的一级中,大雄进入他的体内对其进行维修,遇见了很多带电的物体,可见核反应堆是将原子能转化为了电能,与今天的核电站一样,只不过,现在的原料一般是重金属油合部,还没达到博尔雄先生设想的,将铜锣烧也转化成能量,而且不产生任何废料的水平。 在核反应堆运转过程中,水是必不可少的,核反应堆释放的是热能,其中一部分水质作为核能向电能转化的介质,就像火力发电站也需要大量水一样,在蒸汽发生气中,核反应产生的热量,会让水气化为蒸汽,这些蒸汽驱动涡轮发电机,就能产生电能。 此外,由于核反应堆产生的巨大热能,需要大量水对整个装置进行冷却,因此在原子炉进行和反应产生能量的过程中,的确需要大量的水。 即便22世纪的科技水平不需要水蒸汽,作为能量转化介质,冷却水也还是必须的,只不过这些水几乎全部可循环利用。 所以从多拉A梦的能量需求来看,对水的绝对需求是相当少的,因此它喝进去大量的水一定需要排出,如果原子炉需要对循环水进行替换,依然会产生等量的废水。 多拉A梦为什么要去尿尿,如果多拉A梦真的需要尿尿,那么也是有足够的废水来支持它进行质疑活动的。 但多拉A梦需要还出的废水,并不是生物尿液那么热气,只不过是普通的生产用水罢了。 胖子的小短腿都还没大熊家的马桶高,而且在连载几十年的漫画与动漫中,除开能放下的脸盆的大嘴和空间带,都没看见它身上哪里有开口的地方。 最后一个可疑的地方,是它那一直带着却几乎没想过的铃铛,中间有开口,而且也几乎够得着马桶了。 但这种想法也可以排除,在最初的多拉A梦设定中,这个铃铛据说是用来召唤猫的,因为这祸怕老鼠,只不过已经坏掉了。 此外,铃铛还可以用来拍照,漫画大雄与动物行星,最重要的则是它的装饰作用。 不信你想象一下没有铃铛的多拉A梦脑袋和身子的结合部分,那多拉A梦为什么要去厕所呢? 坊间传闻蓝胖子有个癖好,喜欢在厕所思考问题,可能是那里比较容易让他清醒吧。 此外,他的生产型号是量产型,特定义这薄弱儿童监视指导员,所以担负着照顾胆小大雄的他,需要以身作则,提醒大雄该去尿尿了或者是陪伴。 至于吁吁的声音,可能也是为了帮助他照顾的小孩,就像你小时候爸妈抱着你去厕所,一直发出吁吁声一样。 蓝胖子是如何排出废水的? 首先,多拉A梦会出汗,这应该是一个最主要的排出渠道,我们不能把它出汗和人来对比,人需要热量保暖。 但机器不需要,作为一个机器猫,原子炉以外身体的其他部分运转,也都会产生热量,但同时又需要保持较低的温度,保证机器正常运行。 一种散热方式,是像我们的电脑一样有小风扇,但好像还没看见过,它哪个地方的蓝毛被吹起来过。 另外一种就是用水,并将带有热量的水排出,就像家里的空调一样。 这也就解释了蓝胖子为什么天热的时,后就跟人一样会补充更多的水。 因此多拉A梦是通过流汗的方式来排出身体的水和热量的,有的时候排出的水分少不易察觉,有的时候就会像人一样大汗淋漓。 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多拉A梦有复杂的女人化情绪计算系统,因此这货还会哭,这也会排出部分水。 总之,由于没有食物残渣也没有毒素产生,最重要的是没有渠道,所以多拉A梦真的不需要尿尿,而它对水的需求相对人是比较小的。 最重要的是它能够根据自身温度等条件判断,需要喝下多少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